好好好好好好奇 这是一个广东话的Podcast 但是我发现最近有很多台湾的朋友都有收听 当然不是排除台湾有识听广东话的朋友 或者是用VPN都不出奇 但是数量真的很惊人 所以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台湾的朋友会听这个Podcast? 欢迎留言给我,告诉我为什么 那么当然这是非常感谢的 感谢,记没有根谋,也不是死王 大家好,我是贼信 在这里 率先要请一些可能在吃饭 或者在吃饭途中 不听得屎尿屁的朋友 来一来直先 因为今集podcast一开始 就跟大家讲屎尿屁 但是这个屎尿屁是非常正面的 因为当你人体排出便便的时候 可以帮你换到你想吃 或者想用的东西 是不是很正呢? 原来在南韩有一个厕所 就是当你留下的排泄物 不单可以帮建筑物供电 甚至可以帮我们赚到虚拟货币 用来买咖啡也可以 买咖啡也可以 这些特别的厕所 其实就是位于南韩卫山科技学院 就是由都市环境工程教授赵在员发明 那些人在这个特定的马桶上便便之后 这些废物就会被马桶真空 吸到地下室的生物反应堆 里面的微生物可以把它分解成甲源 再进而在马桶所在的整个建筑物就可以帮它供电 而一般人每日的排便量大约是500克 是不是忽然觉得很具体? 知道自己每日的排便量有多少? 好了,这些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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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即驾车可以开到1.2公里 没想过便便是那么有功能? 不仅的 赵教授更认为便便是存在金钱价值 只要利用这个厕所便便 便便便可以帮这家学生也好 民众也好 抵消他们生活的费用 而赵教授更创建了一种虚拟货币叫做GOO 寸法就是GGOOL 韩文的意思就是蜂蜜 怎么可以赚取这个货币呢? 就是譬如我在这个厕所去完完美的便便之后 用手机APP掃描QR Code 就可以赚到10个货币 10个货币大约多少钱呢? 即大约0.43美金 港元算的话大约2-3元左右 学生就可以用这些钱 在学校消费不论你是买咖啡也可以买书也可以 是不是没想过去一次厕所都可以赚到钱呢? 真是不是妙想天开的 如果你每天都这么健康的话 既可以帮大厦供电 亦都可以赚到钱 何乐而不为呢? 而赵教授就说 这个整个系统不单只是省到税 省到营货成本 还可以建立到一个生态的循环 支持到科技创新之余 亦都推动经济多元化 令到人可以真正将一些废物 变成金钱的价值 其实这个计划就不是今年才有了 说在五年前就开始了 在这个学校来说 都是挺work的 当地的报道也曾经说 这个计划是帮助到当地一些没有稳定收入的年轻人 或者家境比较贫困一些的学生 说这个虚拟的货币 是赚到一些钱帮补到他们生活的 最新的消息就是说 这间学校的教职员就可以用这个沽币 去到学校附近的中医诊所看病 看完之后只需要给19个沽币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商品大约是什么价位呢? 例如我想喝杯咖啡的话 就要30个沽币 当然除了食物和饮品之外 赵教授亦都计划与当地的店铺合作 希望可以创造一个便便循环社区经济 但是如果好像香港人那样 那么喜欢存钱 存了那么多虚拟货币又行不行呢?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虚拟货币 不立刻用的话是会流失的 每日流失的速度是大约7% 所以是没得存,也没得保值 当你一收到这个货币的时候 就记得尽快用完它了 目前来计用到这个货币的大约800个人 每个月的交易其实又不多 100次都不过 但是分享给人就很多了 有成1万次那么多 即是代表这个货币在当地触发了互动的概念 去创造了社区的交流 更加可以慢慢地支援到当地的经济 我本人是非常赞成这个内循环系统 因为既可以帮助到地球 亦都可以帮助到整个社区的经济 你只需要做些什么 就是唱快地去便便 何乐而不为 希望这个厕所可以尽快征服全世界 我相信到时候全球应该很多人 都会死忍难忍引到这个建筑才去便便 甚至乎每日尽情都在这个建筑物便便 不知道到时要在这座建筑到便便的时候 排队一条人龙会多长 捉每一位地球人 每日都可以唱快地去便便 牢牢唱通 恭喜恭喜 今年的下季日剧好像介绍了不久 这么快就来到秋季日剧 因为节目是两个礼拜一次 所以是的 很快又到秋季日剧的介绍了 讲到节目两个礼拜一次 收到朋友回应就说 有没有可能把节目移到每个星期一次 这个我会慎重考虑 因为我当初构思节目的原意 希望可以完整整个节目 多些内容多些资讯和大家分享 两个星期一次就会松动一点的时间 因为我要准备要录 更加重要的是我要上班 所以我会尝试努力 希望可以慢慢地 将节目由两个星期变成一个星期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随时告诉我 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 要令整个podcast可以营运下去 都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所以希望各位有空的话 可以请我喝杯咖啡 连续就在节目介绍那里见得到 在今天正式和大家盘点秋季日剧之前 先和大家讲讲第108回日剧学院照 即是说今年的春季日剧 4月到6月份的作品 去做投票和评比的 那我自己为例 每季这么多日剧 都没办法看完的老实说 自己精选了自己想看的剧 如果刚好这部剧集又是得到大奖的话 就证明自己的眼光都是挺不错的 又或者是某一套日剧 是获得到很多的奖项 而我又没看到的话 那又是时候可以补回看了 不知道今年的春季日剧 我自己又中了多少套呢 先来讲少少这个日剧学院照片的来头是怎样 其实这个是由日本的电视情报周刊 The Television 至1994年4月开始 以每一季为单位所举办的日本电视剧评价 平宣的标准就要播放了五集以上的电视剧 当中一共就会评出最佳作品 最佳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主题曲、最佳剧本 最佳导演和特别相9个的奖项 再之前一些其实有更多的奖项 例如服装相、音乐相、片头片尾相和新人相 但刚才说的几个奖项已经废除了 而其中的最佳作品 男女主角、男配角主题曲 就是由雜誌的读者、四位评审 包括一位大学教授、评论家、偶像研究家、漫画家 以及15名这本雜誌的记者依照比率是平均计票 其余的奖项例如是剧本奖、导演奖等等 就是由评审和电视记者投票选出 其实这个学院相有一定的公信力 因为它是有专业的评审和记者去投票 但另一个有观众方面可能有少少左右大局 因为一些人气偶像 如果是读者投票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评分 你知道有时所谓专业的评审 和我们读者的眼光可能有少少不同 好像假如我是Anson Lo的粉丝 他有作品推出 当然是一窩蜂叫所有粉丝去投票 所以最后你会看到有时出来的结果 记者也好、评审也好是选了A作品 但因为读者力撑B作品 而最后令B作品成功弹出 好,一起来看看今年的春季日剧 有哪套作品得到奖呢? 先来的是最优秀作品奖 得奖的就是龙英二 就是出现我刚才所说的情况 评审和记者都选了大豆田永久子 与三名前夫第一名 但是读者就力撑龙英二 所以龙英二就得到最优秀作品奖 说到龙英二那么红 当然他也要拿最佳男主角 就是亚暴欢 女主角方面就由丛龙子获得 这套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 与之前丛龙子所演出的那套四重奏 是有点类似的 但当然我觉得四重奏是比较特别的故事 今次来说就比较支离破碎一些 但也不阻止丛龙子得到最佳女主角 不过在读者投票方面 丛龙子其实是排到第三名 记者和评审他才是第一名 男配角方面就有点差距 评审就选了离婚活动的永山英泰 记者就选了大豆田永久子与三名前夫的 江田张生 而读者就选了龙英二的高桥海人 结果胜出的就是永山英泰 这个目睹军人 女配角方面又是一场混战 结果胜出的就是短期开始了的有村家纯 龙英二的长泽眼尾就屈居第二 主题曲方面 米津玄施居然输了 只是得到第二名 最佳主题曲就由大豆田永久子的Present 奪得 接下来的这两个奖可能公信力方面就会好一点 因为撇除了独职的投票 即是有评审和记者投出的 最佳编剧照 就是创作大豆田永久子月三名前夫的版源 寓意赢到了 最佳导演呢 同样地都是大豆田永久子赢出 恭喜三一的导演 中江和仁 池田千尋 和龙幼库 可以见到专业评审方面 是特别喜欢大豆田永久子这部剧的 但收视方面就未必反映出来了 因为收视就不一样的 而最后可以看到 今年春季的日剧主要就focus几套作品 大豆田永久子 龙婴二 离婚活动 短剧开始了 如果春季未看的话 可以由这四套入手 还有一个特别想未说 就是由大豆田永久子 帮从龙子配旁白的这位演员 伊藤沙利是奪得的 他的声音就很特别 不是一般女性的那把很温柔的声音 是很娥公喉的声线 如果有看《全裸监制》 你会记得他 他就是负责化妆 后期更加晋升导演之一的那位女性 在这里想用多一点时间 就是讲下记者和评审 关于男女主角有什么comment 好似男主角亚暴欢 他们就认为隔了16年 再次出演《龙婴二》 是用他压倒性的演技赢出的 令到看这部戏的观众会觉得 这个角色真的会令人上瘾 令到亚暴欢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而另一方面 他们就觉得亚暴欢 和新生代的学生的互动 也成功引起了一些话题 而女主角丛龙子 记者和评审就觉得 不单是和三个前夫、女儿 或是和同事之间的对手戏 全部都很征扎 甚至乎丛龙子演绎永久之角的人物 都很有喜剧感 展现了他很自然的演技 令人动容地说 讲完春天的事 春去秋来 我们终于来到秋天 讲下有什么新日剧 同样地 都是主要介绍黄金时段的日剧 或者一些比较特别的单集 或SP 深夜剧 有趣的 都会想和大家介绍 有些可能在九月尾 就已经开始播了 有些就已经在开播 但是我个人习惯 就不会追到那么贴 都会等所有的剧集 是完完我才一次过追 我就不喜欢习习等 这个就纯粹是我个人的习惯 不说那么多 即刻数榜 星期一的九点钟 就有富士电视台带来的 《X光室的奇迹2》 已经去到第二季了 主演的就是《花田正孝》 另外还有《本田役》 《广赖爱丽丝》 和《远藤献一》 隔了两年 这个是由同名漫画改编的 《X光室的奇迹》 终于来到新一季了 说些什么呢 就是延续这个 《五太擅长社交》的 《天才放射室医生》 就是由《花田正孝》 饰演的故事 上一季就说到 他得到最权威的 美国放射科医生的邀请 决意就和他成班的 放射科朋友暂时分开 去到美国 但是就和《本田役》 约定一定会回来 两年后完成计划就回来了 结果医院就实行一个新的政策 表明不再需要放射系的外科医生 把这个毒影的工作全部外判出去 令医院里的几位中坚分子 都辞职转到其他医院 这样一群主角 又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 这一套我是利新没有看到的 所以第一季未看 今季应该都会暂时hold住 阵容来说都算合格 但可能这一个题材 就不算太吸引到我了 所以我会等有时间再看 不过有兴趣的朋友 当然可以密切留意 在10月4日就会首播 即是早两天就开了播播了第一集 接着去到10点钟 同样都是来自富士电视台 月十的剧名叫Avalanche 中文即是雪崩 这一套作品是由令野刚 事隔七年后 再次主演富士电视台的剧 所说的就是令野刚 是一个充满迷团 以及是不法的集团Avalanche的成员 到底这个组织是为了什么活动呢? 当中有什么其他成员 又或者会为我们展述什么的故事呢? so far去到我录音那时候 都未公布详细的内容 官方只是发布了一条 类似犯罪声明的片 就令人很期待 究竟整个故事是说什么 这套感觉都好像挺特别 我应该会看一两集 看看故事有多神秘 可能我们以为很神秘 谁知道一开盖又是那些什么 不知道的 等日剧播出才知道 在10月18日才首播 值得期待一下 而去到11点的一套深夜剧 都挺特别的 剧名叫做非主角的女友 主演的就是奔田岳 她是一个大学教授 过着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生 她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 和小朋友 幸福的家庭 很平凡的人生 同时也很安定 结果有一天 她在任职的大学 就遇到一名女大学生 两人之间互相在意对方 而漸漸地 她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就是拉近了 导致奔田岳的平淡生活 是迎来危机了 即是又有狐狸精的出现了 一个是美妇 一个是青春少艾女大学生 奔田岳会怎样选择呢 可能你看看 无名火气都不出奇 这套非主角的女友 在10月11日就会播出 即是还未开播 来到星期二 先来一套的《轻松爱情》喜剧 在10点钟 就有强势电视台TBS为你带来 指示在结婚申请书上 盖个章仪仪 就是由青野蔡明主演 其他演员包括板口健太郎 仓科加内和高森真语 这套的爱情剧 就是说青野蔡明是个设计师 做事很投入 与同事的关系都很好 虽然有恋爱经验 但结果遇到的都有些非常差的对象 所以拍了几次拖之后 令她对爱情起了降 变了很喜爱单身的生活 完全没有想结婚 结果在广告公司里 遇到板口健太郎 这个对工作十分认真 不论是公司也好 客户也好 都很相信她 因为某个原因 所以要寻找一个偽装的结婚对象 就在某次的Gathrowing遇到赛明 立刻就将她视为结婚的对象 即是三十分钟就说要和人求婚 好像很奇怪 但蔡明又答应她 因为她的家都陷入了一种危机 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共同生活 但两个是一个陌生的人 当中有什么火花出现 或者有什么矛盾出现 就留在剧里才知道 一看就知道是轻松爱情喜剧 这套我是会订阅的 因为我实在挺喜欢青野赛明 觉得她很有演技和美女 10月19日就会播出 星期三一来的就是9点钟的 双泊Saison 20 这套可以在日本拍到20的Saison 也确是很厉害 当然不是所有演员都是由投演到尾 好像返丁龙市 就由第14季才开始演出 今季所说的就是一个前内阁情报调查室职员 因为涉嫌杀害了一个IT界的大佬被捕 而且是突然间被禁止见面 于是乎两位主角水谷峰和返丁龙市 就对此表示怀疑并且展开调查 但内阁官房长官就说 这个职员只是自杀 究竟当中这个职员是卷入了什么阴谋呢? 就要交给返丁龙市去调查 之后去到10点钟 又是一部爱情剧 由NTV为你带来的 《者是恋爱!不良少年与白手杖女孩》 在10月6日就会首播 所说的就是主角参笑光 只可以勉强看到光 和颜色的一个弱视盲人学校的学生 出外时都会拿着白手杖 为人很好奇和又串嘴 在恋爱上就很胆小 在某一天就遇到我们的男主角 深野遥亮 就是一个不良少年 这位街头不良少年 和弱视的女高中生之间 又会有什么爱情火花产生呢? 我就这样看介绍就觉得有点满满的 不过喜欢看的朋友呢? 在今晚即是10月6日 听完我的podcast之后 休息一会儿 10点钟就看到了 来到星期四 先来的就是翻炒又翻炒 说不拍又拍 来到第七季的Dr.X 在10月14日的9点钟就有得看了 几个的熟口熟面人物 不用说了 米仓梁子、内田有记、远藤献一、胜村静信都会参与 来到第七季说些什么 基本上之前的六季都要拍过了 今季所说的就是一百年一遇的疫情 全世界的医疗都崩溃 大门未知子就面对这个新的问题 就是主力说感染治疗和内科优先如何处理这个疫情 所有的外科手术都是被逼延期 或者去到其他分院去进行 未知子回到东帝大 在面对疫情和新的权力斗争之后 又是怎样去解决呢 今季的大波士 就是由野村万齋飾演的 他扮演的就是内科部长兼院长代理的 这个模式也是相似的我估计 但因为追了这么多季 我会继续追下去 但在这里我就希望米仓梁子 真的收收手了 见好就收了 不要再拍下去了 类似的东西已经是拍了六季这么多 之后这套是挺特别的 叫做Super Witch 在10点就会播出了 主角就是基本上每一季都会见到他的配角 终于可以主演到 恭喜江口得子 但大家都是被两位的蓝配角所吸引 就是他们两个之前拍了个BL剧 非常之大红 今次终于再度合作 就是赤楚惠二和丁田启泰 故事所说的就是江口得子 是一个电子书初创企业的社长 很忙于工作完全不理私生活 他就是一个有钱的家庭长大 认为什么都可以用钱去解决 有钱使得鬼推磨 在这间公司不断发展的同时 遇到很多危机 在这个时候 登登出现了我们的赤楚惠二 一个充满了爱去长大的家庭 是辅助这位寂寞难耐的女主角 而另外丁田启泰又会做些什么呢 就要看剧才知道 但我想更多的粉丝 是希望丁田启泰可以横刀奪爱 是抢赤楚惠二回来的 这套作品的确话题十足 而截至到录音那天 就再公布了个大卡士 就是重蹈赛赛子都会参演 更忙碰到轻松手播 Jennett 《TGIF》星期五播什么剧呢? 先来一套八点钟作品 来自东京电视台的《螺旋的迷宮》 《DNA科学搜查》 主演的有田中桂、其他演员包括安田显、倉科加奈等等 这部片拍了很久,终于播出了 所说的田中桂是一个大学准教授和DNA专家 可以在脑子里记下32亿个基因排序的天才 四围的人都当是一个怪人 而安田显是警示厅的搜查主任 两人一起查案 感觉有点像加利略的类型 我想我应该会看一两集 看看会否超越加利略的经典 接着介绍的这一套我觉得是秋季第二强的日剧 就是TBS10点播出的《最爱》 主演的就是吉高尤里子 其他演员包括崇夏光平、井浦申等等 所说的就是吉高尤里子 是一个新约开发的社长 但是在15年前他家乡渡过青春时期的期间 出现了一个失踪案 在同一时间他将目标要考入医药系 之后成为社长 隔了这么多年之后 这个失踪案的有关人物就开始慢慢浮现 令到这宗封印了这么久的案件再次启动 而吉高尤里子更加成为一个重要疑犯 调查他的刑警 刚好就是15年前他的初戀对象崇夏光平 另一边商全力保护吉高尤里子的律师就是井浦申 三个人之间就是这样开始了这个故事 好像挺朴朔迷离的 这一套我是会订阅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吉高尤里子 这次终于不是做OL是做社长 角色有点突破 去到11点3就有朝日电视台 为你带来的和田家的男人们 主演的就是商业雅己 另外就包括坐坐木葬之介和段田安執的 故事所说的就是商业雅己今年就37岁 做事做了15年的公司 因为疫情就突然破产 于是只要去做速帝员 就是这样他和事隔了20年无见的爷爷 段田安執再见 以及他疏远的爸爸坐坐木葬之介 就提议一起住 于是和田家三对男人就一起生活 后来商业雅己就更在后辈的带领下 就做了网络新闻编辑的记者 而坐坐木本身是一个新闻节目的制作人 爷爷更加厉害是前新闻社的社长 几特别的一个setting 就是三代人分别用紫媒 电视台和网络去投身这个媒体 带出现在的社会问题和媒体的演变 我曾经作为传媒人 这一套就一定会bookmark 而且我相信这三代人的火花应该会挺好 去到10月22日才播出 可以慢慢草下 来到星期六才有NHK带来的正义的天平 在之前9月25日就已经播出了 主演的就是龟尼和也 他本身曾经做过外科医生 现在是一个律师 他的律师事务所创办人因为急病过了身 于是乎龟尼和也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和处理好多棘手的case 就这样听介绍是否有些不像NHK的作品 可能你去看看就会发现NHK 在做一个大改革也不一定 另一套星期六的作品就去到10点 在10月16日才首播 就是由NTV为你带来的二月的胜者 绝对合格的教室 主演的就是有柳洛优尼 其他演员还有井上增殃 家庭承亮等等 就是说柳洛优尼 就是一间补习社的新任校长 这间补习社在业内的规模是很大的 但是近日来说业绩就一样 而柳洛优尼的人本身目睹一些 但同时又很小利眼 认为补习老师是个服务行业 而且补习学校只是要出售小朋友 光明未来的地方 这些激烈的言论引起了不少的反弹 但是他的确补习保得非常好 成为了公认的考试之神 但是反抗他这个理念 就好像有新人讲师井上增殃 以及本身是超级名师的家藤承亮 可以说这套作品就要讲给我们听 听关于现代社会的教育和家庭问题等等 去到夜小小有两套很特别的剧集 我觉得是属于偏善性质的剧集 包括是十一点钟 由西亚七纳主演的延灵庄 就是讲一些延灵的故事 而去到十一点半 这一套的BL剧被拆掉的初戀 不知道这一套又会不会掀起妇女的留意 去到最后星期日 才来到今年秋季日剧最最最最最强势的日剧 就是由TBS为你带来的日本沉没《希望的人》 在10月10日过几天的9点就会首播 所讲出来的演员 每一个人拆出来都可以主演日剧 包括有小律津、重山延一、恒、香川赵之、重川亨 是不是只看演员的阵容都觉得很吸引呢? 其实日本沉没这个科幻小说就真的是经典 由1973年至今 已经翻拍了很多次的真人电影或电视剧 在去年的七月份 更加在Netflix拍了作动画 今次就改编作日剧 只看这个阵容就觉得火药味十足 这一套绝对是今季必看的剧集 而同样地都是10月10日来到星期日的日子 NTV在10点半就为你带来真犯人奇标 就是由西岛寿俊所主演的一个货长 在一个运输公司里做事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先生 而太太公泽李慧就在超市打散工 帮帮家计 是一个很阳光、很开朗的人 谁知道某一日西田寿俊的老婆和子女 全部失踪也没有留任何的练索 而去到某一晚的social network 出现了一个post 就说失踪者是被西岛寿俊所杀的 那这件case究竟是怎样发展呢? 就要过几天才开始了 好!一口气 由星期一讲到星期日 介绍了这么多套日剧 我自己来说 应该会看三至四套左右 如果到时候出了一两集之后 反应很好 而我又没有订阅到 到时再分享多一点点 因为时间有限 没可能看完这么多套日剧 最后要拜托拜托一下 希望各位 希望各位 将借讯二三次的Facebook IG YouTube Apple Podcast 和Spotify 全部like 你的关注、支持、互动、留言 对于我来说 绝对是令我充满动力 继续做得更好 好了 盘点秋季日剧的 薯榜大叔 来到这里 就应该差不多结束了 希望有一两套 你都会适合看 再